没有人的气场可以比得过巩俐的 巩俐永远是最好的 灯下他们光鲜亮丽 时刻保持着自己的形象 但是在生活中他们却与普通人一样 尤其是卸妆后的他们看上去差距很大 很多人说女星们素颜是恐怖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几位美女卸妆后 能不能下着大家呢 董卿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董卿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优雅干练 总是能够非常淡定的主持各种场面 董卿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M非艺术硕士学位 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1994年到浙江电视台工作 开启其主持生涯 1996年到上海东方电视台工作 1998年因主持 相约星期六 受到观众关注 开始享有名气 2002年走进央视 著名主持人 端庄 得体 大方和知性这些词放在他身上一点都不过分 博学多时 人也非常漂亮 我们今天再次和同学们来讲述这个故事 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今天的我们 要像爱护生命一样 爱护五星五旗 因为国旗神圣不可侵犯 大家说 能做到吗 董卿是一位才华和美貌并存的主持人 但是不得不说他卸妆后真的是一言难尽了 网友都表示你这差距有点大呀 董卿卸妆后 这差距 网友也是直呼 不敢认哪 但是董卿的才华是大家不可否认的 他曾先后主持了魅力十二 欢乐中国行 我要上春晚 等多档栏目 并凭借大方亲和的主持风格获得观众喜爱 而董卿是一位面貌多样的优秀演员 他的表演功力 表演天赋 自身条件 和对角色的理解都很好 他对台词的处理能力 他在台词中所包含的感情幅度都把我的很好 在影视剧中感觉他的五官长的都很有东方美帝感觉 但是看到他卸妆后的样子 真的是不敢认哪 巩俐曾经也是张艺谋把他给捧红 达到国际的水准 但是束手无措两人不能相伴一生 现在中年的巩俐 和外国男友还是很浪漫的逛街 但是无此不精致的素颜 实在是有胆逛大街的大妈的样子 影后的光环一丁点都不亮 而国际张张自已 是中国电影女演员 2000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1998年被张艺谋发掘 主演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而成名 该片荣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英雄奖 1999年主演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 该片荣获中国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等众多国际大奖 因此机身国际影坛 张自已卸妆后 脸色蜡黄 雀斑也很明显 和平常在荧幕中的他差距真的很大 这差距 网友 不敢认 在荧幕形象中 张自已可是一个十足的大美女 用容貌交好 一态优雅去形容她一点都不过分 然而 不知是什么原因 41岁的张自已卸妆后看上去像大妈 没有丝毫风韵 与同龄女子相比 要显得苍老许多 在现实社会当中 有些女子本来相貌平平 但经过化妆后就能够变出一个大美女来 在荧幕上或网络平台上 有些女子看上去很美 但她们的美都是化妆化出来的 一旦让她们用素颜与我们相对 恐怕她们与路人也差不多 没有多少美感可言 因此 我们应该感谢化妆品为我们创造了许多美女 从而能够使我们对荧幕美女或网络美女 多了几分想象和瑕疵 否则 我们就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美女太少而感到失落 所以 我们应该感谢化妆品才对呢 你选择做这一行 其实你已经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 尤其像我的这个经历 我拍了第一部戏 大家就开始关注我了 那我觉得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你尽可能不要被绑架 你自己必须内心很清晰 你在做什么 你的价值观 很多时候是你要很清楚 就是说 我追求的事情 你别忘了你最初的 出发的时候 你想要的是什么东西